《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 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在1973年成立 2012年改名為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隨著學系持續成長及發展 我們在2013年簽字現指 即香港理工大學第八期 我們提供內容廣泛及高質素的科學科教育 範圍包括結構、岩土、水力、交通及環境工程 我們的課程為學生提供先進實用的學習體驗 並且教授多種有助職業發展的高需求技能 本系一直在土木及環境工程的領域內 處於領先為之 我們擁有一群在領域內享負盛名的學者及專業人士 帶領學系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多年來我們培訓了超過13000名畢業生 他們在多個基建及可持續發展項目上 都扮演重要及積極的角色 我們會繼續致力培育未來的工程師及專業人士 為人類的福子作出貢獻 在土木工程學科的全球排名當中 理大一直被評於前列位置 如何會進行中等 學習中學科的工程師 因為學科學科的學科技能 當中科學科學 specialist科技能 因為我成功地影響 新學科技能 在期間等科技科技能 系統交換成為科技 学科技能 學科技能 我们的毕业生有良好的就业前景 及可观的薪酬待遇 他们投身不同的公司型界别 例如政府机构、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建商 他们取得三至四年的专业经验后 可申请成为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 我现在是一间从事地产和建筑工程公司 担当行政总裁职位 公司承办了很多在香港的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楼域工程 我知道今天的成绩 全球是在理工学院即理大前身 收到土木工程 在那时已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现在深信土木及环境工程系 会继续生火相传 为香港、为国家配合更多杰出的人才 建筑工程师 穿得很荣 监制 总裁 超市 Gal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